而美國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戰鬥群 就提前離開本港到菲律賓參與救援 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拍在青衣對開海面 而拍在尖沙咀海運碼頭的美軍安提坦號巡洋艦補給物資 及召集船員提早離開香港 會合喬治華盛頓號後出發到菲律賓救災 按提坦號的指揮官說 船上已備足夠物資應付突發災難 盡快趕去災區 我們認為它會花了48至72小時 天氣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在海洋、風和其他類型的情況下 我們將能夠速度走 我們將能夠速度走 到達最快的地方 去幫助人們的需要 我認為在過去的 公地安防救援救災救護車 之前做過大部分的 事情大部分會用到飛機 將港 processing工具支援 讓人民的補助 俏盛頓號 加上其中有四十萬加輪的淡水 包括蘇陀沙咀 包括其他軍事 黨所行 並不強一和布滿 以及軍事 對發 喬治華盛頓號設有海水化淡裝置 每天最多可以提供40萬加輪的淡水 連同隨行的四艘巡洋艦和驅逐艦都會參與救災 巡洋艦指揮官形容今次是大型行動 五艘艦艇原定會訪港五天 在星期三離開 現在將行程提早一日結束 另外救世軍也展開救災工作 目前正安排首批救回物資到災區 同派醫療隊協助 但他們預期籌款工作有難度 舊世軍的目標是籌集500萬 會視乎情況考慮會否申請政府的鎮災基金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應報導